這是張信哲的《過火》 一起來欣賞 來 是否對你承諾了太多 還是我原本給的就不夠 你始終有千萬種理由 我一直都跟隨你的感受 讓你瘋 讓你去放縱 以為你又挺會感動 關於流言 我裝作無同於衷 直到所有的夢已破碎 才看見你的眼淚和後悔 我是多想再給你機會 多想問你究竟愛誰 既然愛滿分是非 就別逃避 勇敢面對 給了她的心 你是否能夠要得過 怎麼忍心快樂 犯了錯 是我給你自由過了過 讓你更寂寞 再會是不甘心卷磨了 怎麼忍心讓你受折磨 是我給你自由過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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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生非常疼我病 過火 謝謝 來,雨晴 謝謝 謝謝 首先我們請到丁曉雯老師 請做講評 好,雨晴 老師好 我覺得看你的外表 跟你的個性會有一點點差距 你外表看起來還酷酷的、冷冷的 但是事實上 你是一個緊張大師啊 對 我有比賽恐懼症 對 我發覺你好容易緊張 對 但是我覺得今天這個歌呢 你真的有進步了 謝謝 但是音準真的進步非常非常多 謝謝老師 但是也是可能你就是 你很斟酌 在音準拍子上面 所以今天這個歌 感覺上還是稍微有點保守 就是在情感的表達的部分 尤其是副歌的第二遍 怎麼任性怪你 犯了錯 是我給你自由過了過 到這邊怎麼還是冷冷的 很冷靜 這邊的情緒要起來了 好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節拍也好 或者是音準也好 平常練習就把它練得非常熟練 真的上舞台唱歌的時候 是你要進入歌的情緒 你不能再去斟酌 我這個字的音準 而要注意 節奏要注意 你不能再分心這些事情 這是基本功 好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今天這個歌絕對是有進步的 謝謝 王志平老師請 老師好 哈囉,雨晨 其實我今天有聽到你的一些特色 我還滿喜歡的 就是你的氣聲 還有你的咬字 其實你的有一些咬字 有一些捲絲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還滿特別的 就是在我們所有的選手裡面 我很喜歡你的尾音的那些氣音的 就是你的安排 今天我覺得 對我來講最怪的地方 就是你的副歌 我覺得你沒有唱進去那個感覺 真的也可能像這個 像曉雯老師講的 就是你的情緒到那個地方 就還是很冷淡 其實像這種就是 就是有一點節奏性的東西 這個節奏是非常地重要 總之我會覺得你有好的聲音 更是應該要把你的技巧 再摸得更好 我覺得這樣兩個武器有的話 你整個的歌藝才能做 更大的突破 謝謝老師 這位是多少 四、五、六 還有沒有 七 89.9了 得到的分數是89.9分 謝謝 以上週又進步了0.3 恭喜 恭喜你 請